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针对贡有务 你的优先购买权 它到底有哪些问题跟这个东西有关 举个例子 假设比例来讲大家知道 你要有定例买卖契约 买卖契约有效的情况下 当然你要可以实行优先购买权 那这个10天送达时间是个关键 那如果说假设是买卖契约有在签 可是买卖契约本身是无效 可能因为我们今天针对未成年人啊 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程序 计程程序没有办得很好 导致于这买卖契约无效的时候 是否可以执行 那这个我们今天在讲 它不是说它有那个意思 你就可以实行优先购买权 它买卖契约无效的时候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证据证明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然你就不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现在重点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假设 说这个契约是成立的 可是双方又因为你要买优先购买权 然后它合意解除的时候 那你是否有优先购买权 这一题答案就比较简单 就是你有优先购买权 因为买卖契约已经成立 只是它合意解除 你有优先购买权 那再来我们今天讲的优先购买权 有没有可能等好几十个月 大家知道其实优先购买权大概就两个规格 第一个规格是十天 第二个规格是十五天 那单纯来讲大部分都是十天左右 那十天左右那为什么会等好几十个月呢 各位有的人在买法派物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优先购买权 光是行使这个动作的时候 花了那么久的时间 那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多嘛 人多的话书记官在做 他可能一次发就是一千多个人 假设并来优先购买权的话 是子孙再分子孙 那这种光是统计资料就把它倒死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每个人要需要十天 那他今天在寄信的时候 也不可能说一次一千件全部都寄出去 可能这个月办个二十件 下个月再办个三十件 对不对 那陆陆续续有可能计达 有可能没有计达 可能收得到收不到的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 如果产权本身是很复杂的 这个优购权是有可能等大概 据业界前辈代讲 有人等了六个月 有人等了九个月 有人超过一年的 这东西是非常的过趣 那在此拿出来跟各位分享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宁 我是玩销利的后门做者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